知道名字呢是伴随着我们的一生 也是给外人的第一印象 所以呢很多家长为了给孩子取名字 那都是费尽心思啊 比如说演员杨乐 他这个名字呢可是有很多故事的 不是欢乐的乐 而是这个王字旁边加一个例子 这样的一个生辟字呢 可是给杨乐带来不少的烦恼 特别有文化的这个老杨同学 是我的父亲亲的 杨乐的这个乐字来自于词与坚乐 最早建于汉代司马向儒的子虚妇 意思是似玉的坚实 玉意倒也蛮好的 也和一般读音乐的字区别开来 可见杨老师取名字是相当的用心的 但就是给小杨同学大来了不少困扰呢 杨公 杨雷 杨丽 杨王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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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像杨乐这样的名字 在读音方面拥有烦恼的明星 可真的不少 比如演员 刘备和歌手叶培 其实呢这个辈子 在现代汉语词典当中只有一个读音 那就是贝类的贝 但是有不少人啊 在叫人名的时候都习惯叫陪 所以作为观众的 我们到底叫这两个明星 是贝还是陪呢 有一次有一个人骑车骑过去了 又回来了 问我说 你那字到底念贝还是陪呀 演员刘备成名较早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就凭借编辑部的故事 《过把影》《京都记事》 《甲方乙方》等作品 常于呼啸 随着人气的增加 关于他名字的读音问题也就随之而来了 还苦恼了一帮专业人士 当他那个名啊 我都念成贝 贝类的贝 别人都念陪 对 别人可以这么念 我们节目主持人不能这么念 如果念错一个字的话 罚五十块钱 是的 是的 五十呢 五十 所以到底是贝还是陪 这事也挺尴尬的 因为是我小的时候吧 没有权利看到家里的户口本 我一直写留陪养的陪 陪养的陪 对 等我有一天终于可以打开 那个户口本的时候 发现那个字是另外一个字 不是那个培养 培 是现在那个草头 草子头那个贝 贝 原来刘贝从小就没闹明白 自己的名字 才有了这样的一个小烦恼 所以生活当中的朋友 是管他叫刘培 这公开活动上主持人 还是得按照字典来 同样歌手叶培 也有这个烦恼 为了不给观众带来困扰 前几年叶培 还把名字直接改成了 培养的培 比起这两个名字 读音方面的烦恼 演员热衣扎 则是因为名字当中 很少用作人名的渣字 引起了不少的尴尬的事 因为曾经就有杂志 把他的渣字 写成了亚字 经常会写 对 热扎衣 我没想到杂志让会写出来 没关系 我的名字这么多年了 很少人写对 对 我知道 我听说过 经常写那个 热扎因为名字特别 而哭笑不得 郑欢娘娘孙丽出道出气 则是因为名字 太常见而苦恼 因为娘娘出道前 名字中的这个栗子 原本是没有人字旁的 我原先的原名 应该是美丽的 然后我拍戏以后 公司说这个名字太多了 一抓一大把 然后我经纪人 就在纸上画画画 说要不再加一个一笔什么 让一个栗比较特别一点 然后就加了个单人旁 然后觉得有贵人相助 蛮好的 果然孙丽出道 没几天就遇到了 知名作家海岩 凭借电视剧《郁观音》 一炮而红 说起明星的名字 杨幂就不得不提啊 因为其实 幂这个字很少用到人名当中 而杨幂之所以 会取这个名字 原因倒也非常的简单 他这个幂是一个 几次方的意思吗 是 三次方 你为什么不叫杨 杨三次 对都是杨 不能叫杨杨杨 约了新天地 增加不大